表演舞龙舞师 敲锣打鼓 气氛热闹 美国旧金山唐人街 到处写着 欢迎APEC领袖的欢迎布条 当地华人对于大陆国家主席 习近平造访 显得相当期待 我还没有期待 为首席来到 合作 祝福 来到中国的美国的支持 美国费城交响乐团 适逢拜习会前夕 正好在大陆进行访华 50周年巡演 习近平写信致意 也被视为中美关系改善讯号 大陆驻美国大使谢峰 则在网络po文预告 拜习会将讨论 全球和平发展重大议题 中国驻美大使谢峰 在网上贴文 说中美元首将会深入沟通 最主要影响两国关系的战略 全局和根本性的问题 大陆外交部先前透露 拜习会将针对战略性 方向性问题深入沟通 习近平也将在APEX上发表谈话 至于美国方面 有鉴于去年8月 前美国众议院议长 培洛西访台后 大陆切断中美军方沟通管道 恢复军事联系 将是美国首要目标 在俄乌战争 一波未平 加萨冲突 一波又起的当下 外界对拜习会 能否为世界和平定锚 寄予厚望 TVB新闻 萧敏珍戴源丽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既然未经许可送